拆开第一个玩具盒子 拆开包装袋 这是小猪佩奇 让佩奇站在这里 我们要来给佩奇拼装王座 开始拼装啦 装上座椅 这是座椅背 装上去 好了 还有一个装饰品 放这里 佩奇坐上试试 很合适 我们再给佩奇打扮一下 这是仙女翅膀 给佩奇穿上 穿好啦 再戴上皇冠 皇冠戴好啦 这是泰迪熊 给佩奇拿着 还有仙女棒 也拿好哦 当当 佩奇变成了仙女公主 拆开第二个玩具盒子 拆开包装袋 这是小兔瑞贝卡 这是小兔瑞贝卡 让瑞贝卡站在这里 来给瑞贝卡拼装积木 摆好桌子 蛋糕放上来 还有椅子放这里 瑞贝卡坐上来 再让瑞贝卡下来 给瑞贝卡套上胡萝卜玩偶服 后面也要套好 带上叶子 哇哦 变成了胡萝卜瑞贝卡 好可爱呀 拆开第三个玩具盒子 撕开包装袋 这是小兔瑞贝卡的弟弟 小兔瑞贝 乔治来拼装积木了 乔治要拼装的是这个积木 放上底座 一棵树木 拼好了 来给乔治套上恐龙服 看好了 乔治变成了恐龙乔治 这是乔治的恐龙玩偶 拆开第四个玩具盒子 撕开包装袋 这是佩奇的好朋友 小羊苏西 苏西也来拼装积木了 要拼装的是这个积木 放好底座 装上柜子 还有另一个柜子 给小羊苏西拿上医药箱 戴好听诊器 戴上护士帽 这是护士小羊苏西 小朋友们 这期视频你们喜欢吗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这是乐迪 现在是飞机形态 开始变身 变成机器人形态 给乐迪 拿一盏煤油灯 出去玩咯 打开盒子 装上树屋阳台 还有梯子 装旁边 一个小平台 放在这里 还有帐篷 放这里 乐迪来玩咯 从梯子上来 乐迪还要拍照 好了 乐迪要下去咯 乐迪要来观察水流 好可怕的鳄鱼 乐迪吓得躲到了帐篷里 这是多多 现在是飞机形态 开始变身 变成机器人形态 给多多拿上扳手 多多要去干活咯 打开盒子 安装好火山 这是围栏 装在这里 这是火山监测仪 多多过来啦 进去盒子里吧 多多要维修围栏 维修好了 多多还发现了化石 哦 火山坑发了 好在多多修好了围栏 这是雪儿 现在是飞机形态 开始变身 变成机器人形态 给雪儿拿上稿子 雪儿要去玩耍了 打开盒子 哇 哇 山上结冰了 这是小海豹 这是北极熊 雪儿过来玩啦 上来滑冰咯 北极熊 北极熊 怎么对着雪堆在叫 原来是乐迪 冻在里边啦 雪儿快挖乐迪 出来 好了 乐迪出来了 雪儿走咯 乐迪也走咯 这是小青 现在是飞机形态 开始变身 变成机器人形态 给小青拿上超网 出去玩咯 打开盒子 装上滑梯 还有一个也装好 这是小青的珍珠 放在这里 大章鱼过来了 哦 珍珠掉下去了 小青发现章鱼要偷珍珠 快点下来 赶走章鱼 章鱼被小青赶走了 小青成功守护珍珠 这是金小子 现在是飞机形态 开始变身 变成机器人形态 给金小子拿上稿子 去干活咯 打开盒子 安装好铁架 还有铁轨 这是矿车 这是蓝宝石矿 放这里 金小子要来采矿了 坐矿车下去吧 哇塞 金小子挖出了黄金 还有这边 还有这边 是蓝宝石 金小子发达了 这是小爱 现在是飞机形态 开始变身 变成机器人形态 给小爱带上浴巾 出去玩咯 出去玩咯 打开盒子 哇 是富士山 这是樱花树 放这里 还有小茶几 要放好哦 小爱 小爱进来泡温泉了 好舒服啊 再来荡秋千 下来吧 小爱 小爱有些口渴了 我来喝茶咯 这是小猪佩奇 这是小兔瑞贝卡 拿走玩具屋 佩奇来玩具屋里玩咯 佩奇的右边是厨房 左边是餐厅 放一个灶台 佩奇可以煮饭 煮好了 摆好餐桌 椅子 佩奇来吃饭了 在椅子上坐好 吃面包 胡萝卜 佩奇吃饱了 去玩咯 翻过一面 左边是佩奇的玩具房 右边是乔治的玩具房 摆上玩具桌 佩奇 佩奇来玩玩具咯 乔治也过来了 给乔治穿上恐龙人偶服 穿好了 变成了恐龙 变成了恐龙 乔治 小兔瑞贝卡 过来玩了 这个是储物箱 可以放食物 也可以放玩具 给瑞贝卡 给瑞贝卡 穿上 萝卜 人偶服 还有叶子 放头顶 变成了胡萝卜 瑞贝卡 外边还有好玩的 可是佩奇在二楼 好高啊 给佩奇装上滑梯 让佩奇滑下来吧 哇 真好玩 乔治也想玩 还有瑞贝卡 一起去玩吧 乔治上来了 好高啊 开始滑了 乔治滑下来了 瑞贝卡 也来玩滑梯了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哇 瑞贝卡 也下来了 佩奇要来荡秋千 真好玩 瑞贝卡和乔治 也想荡秋千 但要先脱掉玩偶服 瑞贝卡脱好了 给乔治也脱掉 喝完了 让瑞贝卡先来吧 哎呀 瑞贝卡不小心摔倒了 没关系 再来一次 好啦 该下来咯 轮到乔治玩了 轮到乔治玩了 乔治快坐上去吧 乔治玩得很开心哦 先来看第一款玩具 先来看第一款玩具 这是小猪乔治 他拿着高尔夫球杆 这是小猪佩奇 他也拿了个高尔夫球杆 这是一座小猪乔 这是一座小城堡 城堡上有个风车 佩奇来打高尔夫球 还有球质 佩奇 佩奇先打吧 站在这里 哇 球进了 佩奇下来咯 轮到乔治了 乔治站好 进球啦 乔治真棒 城堡顶端 还有恐龙宝宝 乔治来跟他打招呼 乔治来到了小吃摊 佩奇也来了 给乔治吃面包 吃饱啦 乔治走喽 佩奇去吃东西吧 佩奇在吃热狗 吃完了 接着拆开第二款玩具 这是小猪佩奇 他的头上戴了顶帽子 这是佩奇的弟弟小猪乔治 这是一块萝卜地 里面种了很多胡萝卜 萝卜地上有个稻草人 这里还有一篮子胡萝卜 这是一辆小推车 可以拿来抓胡萝卜 佩奇来看看 胡萝卜成熟了没有 成熟啦 准备收萝卜 来拿小推车 乔治也跟着一起去 去收萝卜喽 到达萝卜地 乔治下来吧 佩奇来收萝卜喽 收好了 放在小推车上 乔治来拔萝卜 拔好了 他们收了一大篮子萝卜 放到推车里 佩奇推回家去吧 再拆开第三款玩具 这是小猪佩奇 他手里拿着两根木棒 这是佩奇的伙伴 小马佩德罗 这是一只骨 是蓝色的 这是木琴 这里是座位 这是一架钢琴 佩奇要练习打鼓咯 好好练习哦 佩奇 佩德罗 佩德罗要来弹钢琴 打开钢琴盖 佩德罗开始练习吧 佩奇打完鼓了 再来练习 再来练习木琴 让佩奇坐上来 开始演奏咯 拆开最后一款玩具盒子 这是小兔瑞贝卡 这里有一窝小鸡 要让瑞贝卡照顾小鸡 这是小猪佩奇 他手里拿了根钓鱼竿 这是小狗丹尼 这是小象艾米莉 他有着长长的鼻子 拿出森林小屋 佩奇来玩咯 还有丹尼 艾米莉 打开门 佩奇进去咯 关好门 在这里搭好钓床 小狗丹尼来睡一会儿 佩奇 佩奇要去钓鱼 这是钓鱼用的小船 佩奇坐上来 出发咯 就在这里钓鱼吧 艾米莉过来烧烤了 她在烤玉米 好香啊 艾米莉烤得有点累了 买一张椅子给艾米莉做 你们看 佩奇钓了一桶鱼 回去咯 佩奇回来啦 把鱼放好 佩奇下船 把鱼拿给艾米莉烧烤 小狗丹尼睡醒咯 佩奇在椅子上坐好 还有丹尼 哎呀 丹尼要坐稳啦 艾米莉拿了烧烤过来给大家吃 这是佩奇的宠物医院玩具 这是护士版本的小猪佩奇 这是一只小乌龟 把宠物医院拿出来 佩奇来宠物医院上班咯 打开门 让佩奇进去 关好门 来看看佩奇养的小鲸鱼 小鲸鱼很健康 艾米莉 艾米莉带着宠物乌龟来看病 让艾米莉 让艾米莉进去 佩奇 帮我治疗小乌龟 帮我治疗小乌龟吧 好的 艾米莉 打开检测机 把乌龟放进去 关好 开始检测 检测完毕 原来是小乌龟的龟壳受伤了 佩奇给它包扎一下 包扎好了 艾米莉可以把乌龟带回去了 谢谢佩奇 小猪佩奇来上班咯 打开门 让佩奇进去披萨店 关好门 佩奇要来烤披萨了 哇 香喷喷的披萨 披萨 披萨 好吃的披萨 快来买喽 小香艾米莉过来了 还有小兔瑞贝卡 佩奇 我们要买披萨 没问题 你们先坐着等一下 先去旁边坐着吧 瑞贝卡也去 瑞贝卡坐右边 艾米莉坐左边 佩奇开始烤披萨了 哇 披萨烤好了 拿去给艾米莉和瑞贝卡吃 打开门 让佩奇出来 来 披萨来喽 披萨来喽 请慢慢享用吧 佩奇 佩奇要回去卖披萨了 哦 有小狗龙来买披萨 原来是乔治啊 我要一份披萨 没问题 佩奇继续来烤披萨 披萨卡好了 拿去给乔治 乔治要把披萨带回家吃 乔狗丹尼也来买披萨 丹尼来选一个想要的披萨 好了 带走咯 苏尼也开车来买披萨了